杨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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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杨洪祥 我是1982年 拿生罪的 当时的话呢 我是集结工材兵 庄子新门八道院 我是在那个八月年的五月份 接到这个政治部的 这个主任通知所 小杨你准备一下 然后呢你准备到 深圳去 你过去以后就是把这个 深圳早期部队过去的这个 整个活动记录下来 另外呢撇照片 另外写文章 我的任务就是这样的 那时候呢 交捷是很珍贵的 所以呢我是散着用的 就是我拿到以后 记录了深圳的第一条路 深圳大道 记录了深圳的第一个小区 深圳工材兵 整个后拿深圳是两万人 深圳工材兵拿到深圳以后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为深圳助人一种活力 就是一种艰苦奋斗 艰染不拔的活力 就是把这个深圳的这个 前期的一些大的项目 政府要做的事情 有机录工材兵拿到 这个照片呢是当时在红领大厦 当时呢这个 整个大具录这个场景 全是很荒凉的 然后呢这个 整个深圳大道也是刚刚修好 也很折 还没有扩宽 立志公园这边的话呢 海多还是属于这种 还没有卡法的 还没有间歇的那种 没有路化的 你看光秃秃的 这个是滑墙碑 就是这个 用现在的话叫中国电子第一间 因为这座城市呢 我觉得给了我一种 创新的理念 一种激情 就是说一种就是说 这种使不完的劲的感觉 深圳的四十年发展 哪之不易 它是从荒凉开始的 每一战界限制都附入了 汉水和新鲜 所以呢我希望这个 我们的年轻一战来进行 这种